耳聋眼花 我们过去都是形容老年人对吧 但是近年来呢 听力受损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 根据世卫组织的估计 全球大约有65%的听力损失人士的年龄 小于65岁 同时大概有11亿12到13岁的年轻人 面临着听力下降的风险 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保护听力 突发性耳聋是听力受损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它可以由外伤感染肿瘤 以及耳工血障碍等很多种原因引起 在全年龄段都可以发病 五六十岁患者最为多见 近年来随着中青年三高患者增多 工作强度和压力增大 而且喜欢熬夜 使得突发性耳聋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如果是觉得自己有一侧耳朵听力 突然间下降 或者是两侧耳朵突然间下降比较多的情况下 咱们应该最快时间到医院 进行听力学的相关检查 以明确病因 大部分的咱们突发性耳聋经过积极的治疗 是能够恢复的 但是如果说咱们错过了一个治疗的黄金期 恢复起来就比较难了 医生表示 突发性耳聋如果能在七到十天内 开始规范治疗 一般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与突发性耳聋症状比较明显不同 噪音污染引起的听力受损 更像温水煮青蛙 会在不知不觉中盗走你的听力 现在年轻人爱去KTV酒吧等 嘈杂的环境休闲娱乐 尤其是喜欢听音乐 耳机整天不离耳朵 这些不良习惯都可能会给听力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记者洪亮 李晶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